爹 其实我今天回来 是要向您赔罪的 你小子这德行啊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俺好心 是不是在外边 又惹了什么事 想让我替你去擦屁股 爹 你怎么老是门缝里看人 把我看扁了 不 谁是黄鼠狼啊 谁是鸡啊 你们是我的亲生的爹娘 我就是因为太想你们了 我才回来看你们 爹 今天说什么话 跟你好好喝一杯 这是赔罪 我先干杯净 这个酒 太一般了 不够档次的吧 我屋里面有那个上好的正尊威士给你 我先拿来孝敬您啊 算了算了 今天你爸有事 留着以后喝吧 好 那那那那那不成 我今天下午我就就得去 那个去那个 我就得出差了嘛 那我 我可能十天半个月回不来 今天说什么我得陪爸 好好喝一杯 那我去拿 这小子 肯定有事求我 大夫我倒要看看 他跟我耍什么花招 你的心眼啊 怎么像针尖那么小 孩子孝顺那是懂事啊 爹 妈 来了 看看 看看 这就是正宗的上好威士尼 喝 我啊 喝不惯这羊玩意儿 我还是喝我的花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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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看爹 这就属于老土鳖了呢 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雕花雕的 妈 就这一瓶洋酒啊 贵过那个二十几瓶花雕啊 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没大没心 你先坐 好 那就是我这老土鳖 就尝尝这洋玩意儿 看看我喝完以后 能不能变成来眼睛高鼻子 你空腹喝醒了 吃菜 爹 我真心地祝您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早日再给我生个妹妹 长命百岁不敢当 我这辈子 只要别被你小子给气死 我就算有福的 行了 酒喝完了 说正题吧 有什么事要求我 说没有就没有嘛 爹 你这人怎么这样 不把人当好人看 我还要求你 你怎么着呢 你怎么了 我 怎么了 我 我还�你 我得去讨一会儿 爹 您没事吧 快 这些破纸头有什么好拍的 没有 没有 我这不是刚买了一个 新式的望远镜吗 我没拍那个 我口干 快拿水来 来呀来呀 什么喝酒 这烧死我了 你这坏小子 给你爹喝的是什么酒啊 你是不是放了毒药啊 你想谋杀你爸呀 妈 我 我有那么不孝吗 怎么说我也是个好儿子 我就是在那球里边 放了这么一连连的 三合一的强药 你 手一哆嗦 放多了一点 怎么办 你赶快进去吧 要不然待会儿爹 光着身子飞奔出来扑你 他居然就不好看了吗 你这个女子啊 你怎么竟敢缺德水啊 我 我 我打死你 你这个缺德呀 你这个缺德 我打死你 你还磨蹭什么 快进来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快进来呀 来了来了 真是缺德呀 救命呀 来了来了 来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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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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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我好 春节的收购季节 马上就要到了 和江南厂的收购大战 即将打响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你们的准备工作 竟敢得怎么样了 非常顺利 长村先生 我认为眼下我们就有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卑职经过艰苦卓绝的搜寻与调查 收集整理了一份 江南厂近期的财务状况表 请阁下过目 这份资料 是我从我父亲而弄到的 信息绝对真是可靠 资料显示 江南厂目前正面临着 非常严重的自禁吃紧的状况 尤其是在即将开始 春简收购的这个特殊时期 好 很好 顾伯华 躲得过厨艺 你躲不过十五 岗村先生 眼下就到了春简收购的 最关键时期了 我们可以在此 大做一些文章啊 我们就利用我们雄厚的资金优势 跟顾伯华打一场收减大战 将顾伯华和江南四场 统统拖垮 这些人都是冲着顾家的生育来的 大都是老主公的 你放心 干这行我也干了十几年了 这些人都是冲着顾家的生育来的 大都是老主公的 照这个进度看 今年春简收购的上半段任务 我估摸着月内就能完成 总的事都是好的 不过求说 我想应该将收购的事宜 进一步明细化 要收一批 囤一批 然后再生产一批 然后把囤出来的地方 再继续收购 直到收减完毕 你们的钱不需要商量 全部卖给我瑞丰厂 我会给你一个好家去 不会让你吃亏 谢谢您的好意 我们卖个谁不是卖啊 不过我们也得互相照应 都在一个锅里要饭吃 我偏向了谁都不好 你说是吧 收减两大块 一种是厂里直接收购 还有一个 就是委托简行间接收购 这些人都是直接 把简子送到厂里 那简行那边 也是一块重点的 看来今年的简农收成不错 简行那边 一进也囤积了不少好简子 那一块自然放松出来 只要这两块稳住了 我估计问题就不大 剩下的吧 就是些零散的简子 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把重点 放在直接收购 和简行间接收购这两块上 邱叔说的有道理 我也是这么想的 看来 今年我们收购春简的第一炮 是打响了 对了 邱叔 不知道日本的瑞丰厂那边情况怎么样 舒华 这次带你来简行 谈收购春简的事宜 一定要多留点心 日后这收春简的工作就交给他 大哥放心吧 我这次是真心实意地 来跟你去做生意的 看 这是吴都最大的德行简行 等会儿见到张老板 一定要跟他好好请教请教 好 大哥 看来有人比我们先到一步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做生意就像走路一样 他走他的 我们走我们的 张老板 顾老板呢 你好啊 张老板 张老板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余地顾书华 日后还请多多照应 顾家三少爷 早有耳闻哪 今日得见 幸会幸会啊 张老板 幸会 望日后多多指教 好受 好受 张老板 生意不错啊 这还不是托您的福吗 我在这您恭候多师了 行吧 请 张老板 你要等的人 就是他吧 德行是我们每年收购春检 递来的地方 这是我跟张老板约好了的 是啊 是啊 明白 要开始吧 听归田先生的话 口气不小 好像要势在必得 那是我们瑞丰厂 要定了这些钱 听归田先生的话 好像不是来收购残遣的 而是来竞拍的 少废话 开水吧 好啊 既然归田先生这么有幸福 那我们江南厂 那我们江南厂厂就奉陪了 那我们江南厂厂就奉陪了 他们昨天报价了 你看咱们是谁啊 好 那我就先报个价 张老板 我们还是按以往的价格平稳起教 改良种四十元 土种二十 好 改良种四十五 土种二十五 张老板 这是我们瑞丰厂的手骨架构 改良种四十用 土种二十六 改良种六十 土种三十 这日本人在搞什么名堂 这不明反着吗 这是瑞丰厂厂不想让江南厂厂收茧子 那咱们卖给谁啊 废话 谁的价格高卖给谁 先看看吧 大哥 他们这是在故意抬高价格 我知道 但这头一阵 我们不能说 改良种六十二 土种三十二 改良种八十 土种五十 这日本人都豁出去了 你看 这价格都赶上平时的两倍了 是啊 是是 这 这到底是搞什么名堂呀 你们这不像是来收茧子 是来抢茧子吧 改良种八十 土种五十 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吗 我就是来讲的 又怎么样 我们来收茧 只要有钱 除得起价 你们没有实力 就不要跑来丢人 你 说话 我再叫一次 改良种八十五 土种五十五 洋总都叫到八十五了 我说桂田 有你这么收茧子 有你这么收茧的吗 简直太过分了 你甚至在饶来市场知道吗 我再说一次 没有实力 就不要来收茧子 你们还嫌不够吗 那好 改良种一百 土种六十 你 怎么样 桂田 行了 行了 二位 我这是简行 你们给我点面子 咱们这样逗来逗去的 那极为不妥 你们两家 我都卖 咱做买卖的人 不能见利妄议 今天这个价 我不依着你 我也不依着他 我出个价 改良种五十 土种三十 其实董老板还是说的对 他说 他可以 他可以 不行 那 他就决定在那里是谁 八十五和五十五 就这个价 江南厂不要 瑞丰厂 全押了 行 八十五就八十五 好 好了 好了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 我上上进座 我看看 今天呢 就到此为止 就这个价了 我收的价子 你们两家 一家一半 顾先生 不好意思 行 那张老板 我们就先告辞了 走吧 张老板告辞 你这瑞丰的人实在也太过分了 这分明是在恶意地搞破坏挤兑我们的吗 年年 年年都玩这样的花招 你说他们也不怕玩腻了 是啊 大哥 日本人这么做也太过分了 是 你还能做上这样的 我还能怎么做 大家不要激动 这根本 日本人 日本人是在故意跟不捣乱 他们起诉用价格拖垮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自己不能乱 先要稳住阵脚 看来瑞丰这次是来劲了 确实如此啊 瑞丰这次是来者不善的 亦在激划我们江南四场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更应该冷静分析 沉着应对 收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一场两场失利也算不了什么 关键是要稳诈稳歹 临时格下 我们在厂里直接收购了剑子 跟江南四场不相上下 但我们在得心剑后 却取得了胜利 我们以高价 击败了江南四场 好 很好 开局不错 一定要保持和延续这种态势 叔伯 好 下边的工作 我要做一些调整 直接收购这一块 你跟邱总管负责 邱总管是这关的老手 你要多向他学习 好 师哥 你跟我一起去跟简行交涉 好 邱总管 我这么安排 你没什么意义吧 你是厂长 我听你的 那好 那以后还请邱总管 多带来说话 请求叔多辞账 我对他去怎么办 我们现在的资金情况如何 按照目前的资金情况 还能抵挡一阵子 那好 看来瑞峰不会只在一个德行这么干的 他们肯定还会继续扩大 炸个战的力度和范围 因此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利用天时地理的条件 迎接他们的挑战 现在在吴都周边 西北边有望亭张太行 东吴冠峰 西边有光复九大 目睹葬树 西南有横进大同心 西山有日新锐大 横大邪 东山呢 有东会和夜会和庆仁 我们先从几个主要的简行入手 然后再到简能手中直接收购 总之我们一定不能输给瑞峰 起码在气势上我们不能输给他 我们一定要将手简进行到底 厂长 话虽这么说呀 可咱们下边的资金 这个 我先去清楚 我已经收到消息 江南长已决定和我们 是 我同时 他们不再会 Charlie 我了 我 那 我 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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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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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某种程度上讲 春检收购成功 则私场成功 今年的春检收成是好 可价钱比往年普遍提高 这资金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大哥 那就更应该想办法 无论如何也要把握好收购春检这一关 现在咱们检子的库存 还不到往年同期的四成 我的看法是 在这收购春检的关键时刻 应该把资金集中起来 集中应对瑞丰厂挑起的这场收检大战 如果把钱全部用来打收检战 这一旦资金链断裂 这后果不堪事想吧 大哥 大哥 我觉得水根的话很有道理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 大主意还尝尝自己呢 行了 您不用收了 就按邱总管说的定 来 薄华 喝点莲子汤 第2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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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等 等等 怎么了 不是说好了吗 四十二十 咱们就轻易就得给改了呢 江南私厂没有来 就没有必要是那个价钱了 怎么有这种说法呢 张老板 这个行情你不是不明白 你的这些产检加上仓库里 不卖给我瑞凤司场 难道扔到河里烂掉了 你 不用担心 你的价钱 可以从他们身上补回来吗 有此十二十 怎么卖呀 就是这个价 你们的价格忽高忽低 到底安的什么心 我还是卖个江南厂 对 卖个江南厂 五百了 林氏阁下 按照您的意思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我们少占优势 不过 在德行压价时 走了一批残农 便宜了江南厂 这不是关键 江南厂 已经被拖入了价格战 如果我们只是 一味地提高价格 恐怕会是两败俱伤 那您的意思是 适当调整策略 我已经收到消息 江南厂的资金 已全部投入到收减之中 只要我们稳住阵脚 适当提高价格 让江南厂跟进 这样不出半个月 就能把他们拖垮 我们的风险也会小一点 可笑实在是高明 你就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吧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厂长 队风厂那边又把售购价从改良种五十元土种二十五元 提高到改良种五十五元土种三十元了 我们跟进了吗 跟了 可现在咱们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来 我们现在资金还能维持几天 最多也就三五天 现在咱们资金是全面告急呀 你说本来按计划 现在英勾在收购它一千弹 可现在看来五百弹都很勉强 齐总管 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继续收购 老婆太 请用茶 谢谢古老板的午餐 这顿饭好过饭腾里的百倍呀 你客气啊 罗伯特先生 只是一顿便饭而已 能在古老板这原历师的湖上 吃顿低道的书巴菜 太享受了 罗伯特先生 其实这次请你来 我是有事想求 你说吧 不要客气 我现在急需一笔钱 你要多少 二十万 二十万 我可以考虑考虑 我可以用房产跟私厂做抵押 如果你 你不用着急 我们合作不是一次两次了 对于顾先生的实力和虚拟 我是很信用的 许愿吧 你要只要办理相关手续就可以了 需要多长时间 十天 请 十天 十天 我给你签 OK 走走走 怎么关门了呀 对呀 大兄弟你也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这么做 我也奇怪啊 好好的 昨天还好好的 是 罗伯特先生 你那笔款子怎么还没下来 我现在正等着急用你 什么 还要延期十天 为什么 手续繁琐 罗伯特 喂 喂 罗伯特 排队 好 哎呀 手续繁琐 然后 他 都 咱们实在是无权可给的 我去跟你们说 各位乡亲 现在厂子里的资金 正在周转调配之中 你们这批卖剪子的钱 十天后才能给你们 这不是顾家 近一点 近一点相信们 大家听我说 十天 十天后 我保证还给大家 我们这里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大家近一点 听我说 我给顾家送简送了几十年 顾家是个讲信与众名声的大家族 顾老板更是诚实可靠的人 我第一个赞同 我们再压十天 十天之后我们再来拿 大家说行不行 行 谢谢 那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我顾伯华绝不食言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都会领到一张江南场打的衬条 十天后一定兑现 我们相信顾家 顾家是讲信与的 好 好 小姐 谢谢啊 谢谢大家 谢谢了 你算是松了一口气 话虽如此 小总管 一共打了多少钱 一共是五万多块钱的钱 五万多 五万多 我是个小数目吗 我带来 赶索先生 赶索先生 什么事啊 好消息 大大的好消息 说 顾伯华手头资金短缺 正向长崎银行的英国人借款 但是英国人的款子没有拨下来 顾伯华现在没钱支付 已经给残头打了五万块钱欠条了 有这样的事 确实如此 我是从我父亲那打进来的 应该不会有错 长崎银行 借款 长崎先生 是不是快到了该收网的时候 顾伯华快吃不消了 好的 我知道该这么做了 好消息 我会放下来 好消息 好消息 红尼 快到了 没有 我可以放下来 宝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一耳光 打碗就苦 苦了就跑 你说他可不是一般的疯子 是个病情象的严重的疯子 雷田 你来得正好 罗伯特先生正在告你 告我 这不是恶人心告状吗 罗伯特先生 你是社会名领 名声比什么都重要 我好心替你瞒着 你为什么还要告我 我告你就是 告你不该瞒子 你要是不瞒 我也不会其他天 我不其他天 就没什么事了吗 罗伯特先生 你搞错了 我是替你瞒着 不是替他瞒着 他有什么好瞒的 他都告诉我了 我都给你搞糊涂了 你不是替他瞒着 是替我瞒着 我有没有神经病 我要你我瞒什么呀 罗伯特先生 如果你真的有精神病 我就用不着替你瞒了 但可惜你是正常的 所以不要替你瞒着 我越听越糊涂了 我求你了 你什么都不要瞒 我听你把事情说清楚 不不不不 罗伯特先生 你可是长期遗憾的总经理 在乌度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不替你瞒着 那也太不够朋友了 别别 你不用替我保密 腾腾快快地说出来 不然我就很可能得神经病啊 快说 这可是你比这么说的 到时候千万别怪你 我绝不怪你 我去求你快点说 好 不就是昨天晚上跳舞